雄伟的標誌也是屹立不搖的就垂的那 屹立不搖但是是垂的那 嗯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無期待的變形金剛飛翔時間 這是一千兩百一十一集的節目 今天給大家做這款鐵工廠的 IFEX第四十二號的 Heat Death 它本身的話呢 有給它一個中文譯名叫做熱疾逆靈 那熱疾的話 倒是跟這個前面的這個單字 這個Heat 是一個火熱的一個意思 Dex是死亡 但是它用了一個熱疾 可能前面有一個熱吧 那逆靈是龍才有的一個東西 反正就是聽起來就很炫 也是有點中二的名字 那這個包裝盒呢 比一般鐵工廠的玩具要大上的多 那這個配色是有點過年喜慶的感覺 不過我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因為它本身玩具已經偏紅色 又是一個紅底 就感覺有點 不是那麼樣清楚圖現主題的一個感覺 包裝盒這一次我是給的分數比較沒那麼高 包裝盒比較大 那玩具有沒有比較大呢 確實是有的 我們拿出最近的幾款 節目裡頭出現的小比例玩具 給大家做個對比好了 首先拿他們自家的一個Megatron 你看 身高明顯是高出了 你看光看頭頂的高度 確實是高出了一個檔次 然後呢 最近一個異軍突起的這個T1 這個我拿出一個前一陣子的這個黑寡婦 OK 那這個NA的話當然也不能夠錯過 NA也是要拿出來對比一下的 NA的這個頭頂高度大概跟它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呢 這一款的這個熱情逆滴呢 算是小比例玩具裡頭的一個 算是比較有分量的玩具啦 那實際上還是拿個官方的一個DELOX等級 做一個對比 最高度的部分是差不多高 但是頭頂高度的話呢 還是官方的一個D級別的玩具是比較高一點點 那你知道它的一個分量之後 我還是要不得不提一下 它身上的一個零件數啊 以這個比官方的DELOX等級要小的玩具來說呢 身上的這些零件量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分的非常非常的細啊 那以材料用膠來講的話呢 就是這兩片啊 這兩片部件啊 這兩片部件 我覺得是 其實跟其他地方用要差不多 但它的這個結合卡扣的這個位置呢 設計上呢 是比較有一點小小的小小的恐怖 你看到這個地方有一點白痕 那我第一次還沒變的時候 從核子裡打算它就已經有一點了 待會變形的時候給各位展示 你們就知道了 那身上有一些透明的部件啊 那透明部件的話呢 並不是純透明 它是有一點毛玻璃這種感覺啊 這個在那種就是可以做羞羞的事情 那種汽車濾光裡頭是可以看得到 氣氛是蠻有帶動氣氛的感覺啊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 正派的硬派的一個玩具啊 就不要提太多那方面的了 那身上的塗裝的話呢 除了原本紅色的塑膠色之外 有一些地方是金屬金屬紅 那有一些銀漆的點綴金色的點綴 那這個地方啊 非常雄偉的一個 莫名其妙的一塊一塊 一塊部件啊 就垂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可能梯子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是不是有什麼部件可以推啊 有發現是沒有的啊 確實就是 OK 就PO給你看了啊 那後方的話呢 有一條這個尾巴的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是造型的一部分嘛 還可以稍微有點動一下 挺帥氣的 後面有兩片呢 這個呢你姑且可以當成是 後面的一個裙甲吧 就垂在後面 算不上雷醉呢 我個人覺得 不算吧 還是比較好看 就是跟它的一個造型是有搭的 那背後的翅膀呢 一共是兩片式的啊 一片兩片 那感覺的話 就是會比較大比較重 對沒有錯 這種有翅膀的話 這種玩具的話呢 你完全展開的時候 是必定會比較重的啊 那這個腳後跟的一個站立的話呢 就是你可能必須要稍微去控制一下啊 因為它這個腳後跟啊 這個地方的話呢 是可以啊 極盡所能的再往後面壓到底啊 但是呢 就是這樣子壓下來 再往後面壓到一個最最下面啊 它就可以再往下面壓一些的 然後呢 它腳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應該是一個球形關節 有一個接地啊 所以呢 就是站穩的話呢 應該還是沒什麼問題啊 這個拳頭掉下來 拳頭掉下來 順便講一下了啊 這個是一個掌型 那另外一個則是有一個爪型啊 這是它的一個附帶的 就是一共有三對的一個手掌 那這個掌型的話呢 就給各位看一下啊 就是這個掌型還是比較帥啊 掌型比較帥 你知道嗎 OK 然後它這個手臂的話 這個地方因為有一塊 這個變形的結構 它這裡是有一個 一個往外延伸的一個連接感 所以這個兩手臂呢 可以完全的展開 所以它兩手展開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帥氣啊 然後頭部的話是一個球形關節 可以再往上看一點點 整體來說的話呢 美形度是非常之足夠的 但是這個手掌的話就不再次的 先把它換回來好了 因為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你還是只能換回著這個握緊的這個拳頭啊 這樣子 向天握拳呢也是很帥氣啊 這個玩具 應該說鐵工廠的玩具呢 在人形啊 特別是人形的一個美形度上的話呢 是幾乎是不需要特別去懷疑的 都是非常好看的 這一手的話呢 是一個龍形的一個手 那如果你要把它變形成這個 龍的一個整個變成一個龍形的話呢 這個部件需要把它給轉過來 把黑色的部分轉進去 然後這個地方包覆過來啊 等於是把這個拳頭呢 給收到這個內部去 這個地方 那如果你想把它 直接變成是一個龍頭的話呢 這樣子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大概看一下它的一個可動啊 頭部是一個球關 剛剛已經有跟各位提過了 那面部的塗裝呢 小型的玩具吧 眼部的話呢是紅色 但它的眼部呢 除非說我看錯 不過它眼部其實是沒有塗裝 就直接讓它呈現紅色的一個塑膠色 頭頂有金色的點綴 側邊灰色的這個點綴啊 臉部是銀漆 圖的算是中等啊 稱不上是非常精美 胸口這一帶是一個金屬紅的一個器 然後這是塑膠的紅色 又有金屬器 中心的這個這個點啊 是一個這個這個琥珀色的一個透明件啊 腰身是可以轉動的 腰是可以轉動的 裙甲的話呢 是前面這一片是不能不能動的啊 然後這個雄尾的標誌也是屹立不搖的 就垂在那 屹立不搖但是是垂在那啊 這道理是好還是不好呢 這個也是很難說了啊 除非你就是擁有很特殊 這樣的一個動作可能就還可以啊 後面這兩個裙甲我個人覺得算好看了啊 它在變形的時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結合部位啊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還可以再做一個調整啊 在這個地方啊 它是一個兩截式的啊 這裡 變形的時候會用的到的 腳的話呢 可動就比較好了啊 腳的話是一個這裡 中心是一個球關 但是目前緊實度很好 鐵工廠的玩具是往往是只有偏緊啊 很少過鬆的 膝蓋是一個雙動關節啊 雙動關節的話 腳的話呢 就是你盡量的把它給拉長一點點啊 那有時候可以配合這個雙動關節 去做一個前後的調整 對人型的一個前後重量的把握的話呢 是有比較大的幫助的 特別是它的一個背後翅膀這麼大的情況下啊 腳的話呢 是一個球形關節啊 這裡也是一個 這個有點像是玫瑰金還是什麼 金屬紅 反正這個金屬紅的一個配色 我是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然後這個黑色的這個呢 是應該是塑膠的一個圓形色吧 儘管是還是說紅色的上面噴黑漆啊 應該沒那麼有誠意吧 黑色的塑膠吧 但是反光的這個光澤是比較好看的啊 非常非常之好看 然後這個肩上有兩個這個龍爪形啊 這龍爪形的話呢 這個是沒有卡扣可以扣住 完全是看造型的把它給壓在這而已 那實際上在變形的時候呢 它的一個背包的部分呢 是比較複雜一點 它的背包的話 有幾個結構組成啊 首先是一個龍的尾巴 在正中心點 兩側呢 有兩個是這個龍形的 這個前肢的這兩片部件啊 然後最外層還是兩個翅膀啊 那我的話呢 是習慣就這個是包覆成這樣子 反正就伸正中心啊 然後兩側是這個龍爪的這兩片部件 最外側呢 才是這個翅膀呢 把它給封起來 這是我習慣的一個擺法啊 我相信這也應該是它正常 他們的一個 內部設定的一個方法了啊 那在外觀上的話 兩側兩手是不對勝對形的啊 這個這個火龍王啊 我的是叫做這個熱起逆臨呢 它本來的設定呢 就是如此這一般了 那麼它的一個 這個手臂啊 是有一件事比較難看一點 就這個手啊 因為變形的需要了 它這個地方是這個這個造型啊 就感覺就是一個沒有過度啊 就好像斷開一個感覺 是稍微在外觀上是比較有一些 小小的要去催毛求刺一下的 但是扣掉這個材質啊 可能嗯 就是在鐵空廠的玩具裡頭 玩的那麼多來講的話 這一款在鐵空廠的這個用膠裡頭呢 我覺得只能算排到中等啊 算不上 算不上是 算不上是屬於上等的那個Label 但是呢 零件數上呢 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尺寸也很大 那最妙的還是它這一次的變形呢 是我玩過幾款第三方的火龍王裡頭呢 這一款的變形的一個樂趣度呢 應該是最高的 那我們現在來講解一下它的一個變形過程了啊 首先的話 我第一個步驟我會習慣 這個它的說明書呢 它講解的呢真的是有理解能力還是比較有限的啊 頭部給它轉180度之後呢 頭呢把它往上擺啊 它是有一個結合的一個卡扣的 你看到沒有 這裡有一個突跟奧的一個結合 然後呢 這裡呢還有兩個這個突跟奧的一個結合的內側 把它整個的給翻開 翻開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翅膀啊 這個翅膀這個部分呢 這裡整個的把它推到下方來 這裡也是一樣整個的推到下方來啊 不管你要龍變人或人變龍呢 我都會建議呢 這個翅膀在變形的時候 是把它給拉到下方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球關 這個球關這裡 這個球關會掉 是因為這個地方 這個外表內胸的比較偏緊啊 那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就不小心的話 有時候 這個 因為二頭肌太緊的關係 導致於肩膀的這個 這個球形關節會脫落啊 這個呢 並不是 並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啊 問題不大 兩側的部件呢 先把它給翻出來一點點 那為了嗎 我們要把這個部件給往下翻啊 如此這樣而已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先變形整個這款玩具裡頭呢 唯一在變形上需要特別去理解 就是這個 兩手臂的變形 龍頭的這個部分啊 龍頭的話是要往前面放啊 首先的話呢 然後我們把這一塊部件啊 它這裡是一個結合卡鉤在這裡的啊 這裡是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凸啊 是要扣進內部去的 我們把它解開之後呢 整個的往前面翻上來 翻上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注意到了啊 這個地方啊 龍的尾巴一定是在腳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龍的一個龍頭的位置 裡頭內部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連接感 連接感這個部分呢 你把它轉動轉下來到這邊 把它整個轉平之後呢 然後呢 將這個球形關節的開口處呢 是轉到這個方向來啊 然後呢我們就利用這個地方 是一個旋轉的一個關節 把它給旋轉到上方去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整理它的一個龍頭的一個部分 龍頭的部分呢非常的簡單啊 首先啊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在這個 人形象已經把這個頭 已經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第一個部分的一個處理了 就這樣 如果變成這樣就可以了啊 原則上呢 就是把這個全一道 記得這個地方全頭啊 要把黑色波件啊 給轉到這個內側去 然後把它塞到上方這個空洞 龍頭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先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了啊 接下來的話呢 整個變形裡頭呢 就是說明書裡頭呢 最難能理解就是這個 這個手臂的一個變形了啊 首先的話呢 你手臂變形的時候呢 它是這個樣子的啊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轉軸 在這一帶啊 看到嗎 這一個轉軸 這個轉軸 你要把它轉上來 這個部件一定要轉上來 這裡 轉上來 這裡一定是轉上來的啊 再來的話呢 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訣竅 就是這個手臂啊 上臂這塊部分呢 上臂這塊部分要整個的往下面 要把它整個往下面轉下來啊 這裡 這裡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記得壓下來 一定要記得把它給壓下來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什麼呢 拳頭呢 給塞到 這裡有個空間裡頭去 那塞到這個空間裡頭去的話呢 我會建議是先把它 利用二頭去轉到側邊去 然後手臂 拳頭 拳頭不小心滑下來啊 他的這個替換手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特別的鬆啊 這裡 轉到 轉到側邊去 轉到側邊去之後 轉 然後轉到90度之後 然後再把它給收進來啊 啊 不要直接從這個地方塞進去 會塞不進去啊 先轉到側邊 轉轉到90度 轉到90度之後 再從側邊這樣進來啊 有時候你要學會從側邊進去啊 這個 人生有些事情是不能夠從正面來的 這樣子放進來 好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我們把這塊部件給翻出來 這裡 有塊部件在這裡 翻出來 看到沒有 這裡 最重要的一個 對不對 從側邊 再來就是要結合了對不對 這個地方有個凸 就是要扣進這個 這個縫啊 由此可知 這個 這個急逆呢 其實是一個女性角色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就把它給扣進去了啊 OK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完成了 他的一個龍頭啊 這個手臂收到龍的這個肚子裡頭 這個動作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這一塊裙甲的處理 我們現在整個背包呢 還有三層的部件 分別是這個裙甲的部分 再來是這個手臂的這個部分 最後是翅膀的部分啊 應該應該來講四層啊 就最後尾巴的部分 我們一定是從裙甲先變啊 裙甲怎麼做呢 這個地方你看到了吧 這些有一個球形關節啊 連接杆的這些的 就把它繞到下方來 這裡 繞到下方去 如果說這個翅膀啊 什麼東西呢 去妨礙到你呢 就一律把它給推開就行了 推到下方來之後呢 剛剛是不是提過 這塊部件是可以往上面折的 這樣折上來 然後呢 到這個位置 翻到這個地方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了 這個地方呢 是有一個 有一個洞在這裡 對吧 有一個洞在這邊 那另外一邊就是凸了 對 這凸在這邊啊 然後我們就是 繞過這個地方啊 這個裙甲呢 就繞過這個部分下去 翅膀擋到你就是把它推開啊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難度的 這個人到這裡之後呢 把它往上面折 折上來 到這裡 然後呢 就是這裡 圖跟奧的一個結合 就可以把它給扣起來了啊 這個變形的順序呢 照我這樣子變的話呢 會比較流暢啊 如果你照說明書的變法 就變恐怕 你會看不懂了啊 接下來的話 就是把 裙甲變完之後 在它變什麼呢 變有這個龍爪的這塊部件 有龍爪的這塊部件呢 把它給往下面翻 那一樣啊 妨礙到你 你就把東西推開 這個往下面翻 推下來 這裡也是一樣 先把它給往下面放下來 誒 這個球關又一次被我扯開啊 這裡 往下面 翻下來 它要怎麼樣呢 這裡 手臂的這個 轉法就不用我解釋了 就龍形該怎麼轉就怎麼轉 這個地方啊 有個 有個洞 它要跟這個地方這個凸 做一個結合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這塊部件啊 這一塊部件呢 你看到沒有 這裡有一個球關 以及後 像後面有一個可以推的一個連接感 對不對 現在呢 因為這個部件呢 這裡是下來 它卡死的 它一定只能下來到這個地方 兩側都是一樣 這兩片包下來 它位置是固定的 是動不了的 所以你要推這一塊部件 推這塊部件 推這塊部件 推這塊部件的凸 去配合這兩個洞啊 這個 突願意去配合洞啊 這個肯定是人生勝利主啊 這個還是 對不對 這樣子 OK 這樣就扣進去了啊 記得啊 要用突去扣這個洞啊 我們還是要有點紳士的風度啊 然後呢 這個手臂的話呢 就是這個龍手 就是把它給自然的放下 啊不對 我們先把它變成一個 戰力型態的一個龍好了 所以這個手的話就是要 就把它往後放好了啊 就是因為這個火龍王的話呢 是按照它的一個設定 它是一個站姿的啊 當然不是站這樣就結束了啊 這樣太敷衍了啊 它的這個地方呢 腿的變形是基本上 沒有什麼變形了啊 就是往外側插開之後呢 往下面折啊 這個變形應該懂吧 就往兩側打開之後呢 就是往下面翻 然後這裡是一個區根類根 就把它給往前面這樣 凸進來縮短啊 就是把它給往大腿呢 往這個小腿裡頭去 大概深入一點點啊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把它給做一個戰力了 最後就是把這個翅膀的部分呢 往上面提上來 往上面提上來 然後這個地方 剛剛不小心爆開了啊 這裡 那這個地方的卡 卡進去的話 我不建議你扣得太太緊 就有卡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扣得太緊的話呢 你看到沒有 這個地方是有白痕 你在白開的時候 我怕扣太緊的話 你要把它掰開呢 我怕會有一個 一個受傷的撕裂傷啊 就千萬別這樣啊 人家還是紅色的呢 對不對 再來的話我們就繼續的把這個翅膀 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啊 這個 最後是這個尾巴的部分呢 是往下面放下來啊 這裡有一個雙動關節往上面推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呢 它這個尾巴似乎是 我看不出有什麼結合的位置 它真的只是放下來而已啊 如果我變錯的話 就慢慢各位再給我吐槽啊 給我留言都沒有關係 那這個尾巴的話 就自然把它往後面捶就可以了 那按照的這個 如果是BW的這個火龍王的話呢 它是一個戰力的一個龍的一個形態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的這一款這個熱擊力靈的話呢 就完成了它從一個非常帥氣 有如紅盔甲武士的一個機器人呢 變形成一隻奇幻文學裡頭的一個龍型的一個狀態了 那我們來看到它的一款龍型了啊 在龍型狀態下的站立性呢 我覺得會更好啊 會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的一個有頭啊 有尾啊 翅膀都是屬於在中間 所以在龍型狀態下的站立性呢 會比人型的話呢 會更加的安全穩定一點點 而它的一個翅膀的部分呢 最大的斬幅呢 就是你要完全展開的話 就這樣完全把它張開 再給各位看一下好了啊 各位想看看它 啊 最大的一個最大的一個體積狀態的話呢 啊 這個橫幅應該也是B近吧 如果你要完全展開 應該也是有將近30公分的啊 也是非常非常驚人的啊 跟我這個桌子下面的這個小腿是差不多長的啊 那它的一個頭部的話呢 也是有不錯的可動性啊 首先從根部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啊 從這裡球形關節啊 以及這個地方啊 不過轉的時候還是這裡啊 稍微還是捏一下啊 這裡二頭原本人形的二頭肌 也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是往上抬啊 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黑色的拳頭 就是要收進這個空間裡頭 那這個頭本身的話呢 是這個地方啊 有一處的轉軸啊 只能上下動啊 然後這個頭的話呢 是這裡末端的話呢 是一個 呃 根部管 是一個球形關節給各位看一下 那它的一個嘴巴的話呢 是可以張開啊 張開之後裡頭還有一門火炮啊 那這個火炮的話 是比較緊一點啊 你要調整的話 就是稍微要用點力啊 它是可以單獨的做一個調整的 這樣就一個 OK 哇 非常凶猛猙獰的一個樣子 對不對 那這個轉動的話呢 就可以啊 那這個 呃 以美形度的話呢 是這一側會比較好看啊 這裡是 這裡有一顆釘子啊 這邊就沒有啊 這個當然是催毛求疵了 然後它的一個眼睛的話呢 是塗了一個金色的塗裝 這個非常有這個熊火龍的一個感覺 然後這個龍的腳啊 是這個金屬紅啊 這個紅色的金屬漆的一個位置呢 其實還是用的比較好啊 雖然不是拳擊上色 但是在一個重點的部位都有上到顏色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啊 然後這個 原本在人形下 胸口的這個紅色 這個 琥珀色的這個透明這個珠子啊 這個在龍形下 也是在一個相對比較重要的位置吧 這個位置好像是身體的一個 這個 重要的一個 一個位置 反正我不會講的 就這個位置你知道的啊 那手臂的話呢 這個手的一個可動的話 就是這裡根部是一個球形關節 而且呢 這個地方呢 是有一個外擺內袖的一個轉動的 然後這裡啊 這裡是一個 這個 它這個球關呢 是內部 外部各一個球啊 是內外都有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 有一個 展幅的 然後這個手臂的話呢 這裡 最大呢 可以彎超過於90度 手腕的話呢 是一個球形關節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給各位示範一下 它其實 以我個人的話呢 我 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 奇幻文學裡頭的這種龍的一個戰法 我會把它弄成一個一個 四角著地的一個形象 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展示的著地 那這個尾巴的話呢 因為後方是沒有沒有得卡住的感覺 就只能垂在後面了 那這個尾巴就把它給完全放平 在這個情況下呢 這個前肢的話呢 就是要浮到地面上 你可以做一個一前以後的一個擺放 配合整個翅膀張開啊 甚至再把它給頭也抬高一點點 這個形象的話呢 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 這個奇幻世界裡頭的一個龍的一個樣子啊 這樣展展示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霸氣了啊 那這個翅膀你要收起來當然也是可以了 那以龍型的一個翅膀來講的話呢 不免催貓求疵一下吧 這個龍當然我不知道這個 我不太清楚火龍王的一個設定翅膀是 在這個位置還是在這個位置啊 但是如果是正常的龍的一個翅膀的一個位置 應該是在這裡啊 不應該是在後面 是稍微的偏後面了一點點 從正上方給各位看一下啊 這個玩具的一個總長度的話呢 要拿出一個官方的一個 DELUX等級來做個對比好了 大概是兩個D級玩具的一個長度 那這個順便在拿出這個T啊 前一陣子推出這個老鼠啊 他這個老鼠這樣子是超級巨大的老鼠了啊 那anyway這個以小比例的玩具來說呢 這一款火龍王的一個表現 我是覺得非常的好 他在變形的話呢 算是顛覆了以前 大家說鐵工廠玩具是這個變形是送的啊 但這一款的變形確實有點意思啊 以變形成獸型的一個一個組合 這個變化的方式來講的話呢 這一款的變形的一個包覆的一個有趣度 還有一個簡單明瞭度 我是覺得非常之不賴的啊 個人是比較推薦這一款的變形啊 很難得會推薦鐵工廠的變形對不對 那美形度的話呢 龍形跟人形我是覺得都挺帥 特別是龍形啊 這個是我喜歡的白髮 當然如果你喜歡它站立 那就用站立的白髮吧 但是以我的話呢 我會以這個形象的把它放在我的展示櫃裡頭 那今天的話呢 就跟各位進到這邊 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